他们是低调沉稳的民间词人 却代表着当代仿古词的最高水平 他们从历史中寻找隐藏的细节 力求无限接近古代制词人的经典作品 杨国喜 景德镇发廊彩单色又工艺探索者 寻找当代仿古词人系列第三集 为发廊彩更精彩 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 2018年 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 一件康熙玉制发廊彩以2.39亿港币天价落锤 中国陶瓷史上 发廊彩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 岂自清康熙乃皇族专享 但是在嘉庆年间 发廊彩的工艺记忆失传 当代仿古词人 不乏试图恢复这项记忆的匠人 景德镇词人杨国喜就是其中一位 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就立志复原失传已久的发廊彩宫廷记忆 前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本期寻找当代仿古词人 我们拜访了杨国喜 听他讲述自己研制发廊彩的经历 杨国喜告诉我们 历史上因发廊彩是皇族专享之器 民间明令禁止烧制发廊彩 这也导致发廊彩工艺在轻工失传后 民间也难觅 也有记载上面也记录了宫廷档案 在当时的琉璃厂 有一家商店金龙颜色的 它有一批进口发廊 同时 这个发廊跟它同时进口的 还有一种采法郎的油 叫多尔纳门油 这种油是采法郎用的 你没有这个油你还调不了色 调不了色 操作不了 用其他的油跟它起反应 会出问题 会出问题 只有这种多尔纳门油 它才不出问题 所以当时这个宫廷太监 就向皇帝反应了这个问题以后 立马吵架 吵架 当时这个开店的人 多少颜色 多少多尔纳油都有记录 几斤几两都记在上面 一起没收 这民间不能拥有 很专一 这是皇帝所好 皇帝这个专好的东西 对 发廊彩的诞生 与善于学习借鉴国外科学文化的 康熙大帝有关 康熙年间 大量外国的艺术真品 得以进入中国 康熙帝立即被造型优美 色彩绚丽的发廊器深深吸引 他与康熙皇帝所推崇的 富贵华丽 清新博大的皇家装饰效果相吻合 因此 康熙皇帝遂命宫中巧匠 尝试烧制 并试图将其移植到 他钟爱的词记上 其实发法郎 这一块的法郎 它是属于破莱品 破莱品 它是属于当时 法国和荷兰交界的 一个小镇叫里罗热 这个地方 它是属于非派法郎 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法郎 它的材质基本上是相似的 中国把它引进来以后 还不费用 没有掌握它的药力 当时还请了那些传教士来帮忙指导 我看到那个大类的那些档案 就是当时候比如说鼻炎壶吧 在料性上的画坊 这些东西都是请的传教士在做 对对对最开始是在金属载体上做 然后在发展成在玻璃载体上做 最早尝试做的是在紫砂上做 在紫砂 为什么用紫砂它是有历史原因的 因为当时法郎在陶瓷上面呢 它附作不上去 因为它们之间的膨胀系数不一致 当时没掌握药力 上去了它会掉射 它会掉下来 因为法郎它是玻璃性的 所以它会掉 会掉怎么办呢 只有紫砂它那个粗糙嘛 哦它那个基底能把它给抓住 对它能抓住它 所以在紫砂一试就成功了 所以当时最早康熙的时候 在紫砂上加法郎 属于宫廷法郎的一大特色 这就是紫砂上画法郎的 我看一下 这个牛也是法郎 法郎 这个画也是法郎 全是法郎 哦这个 这个为什么紫砂上画法郎 在宫廷里它能够成立了立足呢 因为这个紫砂啊 它当时在古代 它是用于泡茶的主要工具 它紫砂有一个特点 它是透气的 它有呼吸性 泡茶能留得住香味 不影响它的质感 但是法郎同样也有这个功能 哦 发郎实际上我们的别名它叫什么呢 苍蝇刺 哦 像苍蝇的刺发 像是有碎纹的 对 对 所以它就具备了这个透气的特点 哦 所以你把它用在这个紫砂上 既打破了它的沉闷感 嗯 又升华了它的美感 还不影响它的透气性 不影响它的用的功能 由于发郎采瓷借鉴同胎化发郎的工艺技法 在磁胎上用各种不同的发郎采釉进行绘制 与施采于同胎上相差甚远 在磁胎上绘制发郎采 难度极大 装摇后也难以掌握烧虫时间 以至于一开始宫廷的能工巧匠们 对发郎采瓷的研制工作进展迟缓 在陶瓷上发发郎 因为它是一个360度的大转弯 当时是在金属上采 它的膨胀系数可以吸收 但是在陶瓷上采 它是不能吸收 那怎么办呢 它一烧就成废品 当时报废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 你看那个圆明园盗族出来的铲片就知道 他们也报废了 也报废 所以它这个过程最开始是在 康熙陶瓷的茅胎上采发郎 它里面上用 外面不上用 外面做成个茅胎 它是茅胎 只有为了抓住它 就是为了抓住它 所以就光是外面在茅胎上发发郎 在宫廷里面 包括照办处 发郎座 都研究了四年 哦 也下本钱了 这也是 从1716年开始 到康熙59年 就正好是四年嘛 四年 而且是中外联合公关 是吧 整个国家力量 然后在康熙59年 正式在宫廷里面 成功做出了康熙的这种法郎陶瓷 这种我们是仿传统康熙的这个外面是茅胎 里面是幼胎 哦 这个外面是茅胎 对对对 这就是康熙法郎的特点 这一件也是吧 也是外面是茅胎 也是也是也是 所以康熙的法郎 一般它的特点就是一定是带有地皮的 哦 对 这个南颜色那个黄颜色是吧 要填满的 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它成立 才可以在陶瓷上 它也叫成功 也叫成功 当时59年正好在宫廷成功嘛 落府宫廷嘛 雍正 乾隆也根据自己的喜好 不遗余力对法郎彩工艺进行了改造 但是到了嘉庆年间 由于国力衰退 以及皇帝个人爱好等综合因素 法郎彩的制作销声匿迹 更由于它的配置 彩绘 烧制记忆 没有文献记载而逐渐失传 同时因其存饰数量有限 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古玩市场上 法郎彩并不常见 另外清朝生产法郎彩的核心工艺 是在清宫而非景德镇 因此想复原法郎彩工艺 杨国企 也是求是无门 杨老师我问您啊 既然这个画法郎实际上是宫廷的 在景德镇你并没有基础 那么你为什么想起 要把这个画法郎在景德镇 你要把它恢复起来 而且最后你要把它在你手里头 年胎年画一块完成 这个跟个人的性格有关 因为我住陶瓷接触了这么多年 因为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 越有神秘感的 越不容易把控驾驭它的东西 越想把它搞懂 凭着这个理念 为什么当时景德镇没有做出来呢 对 你要问这个问题 有原因 所以就是带着这个疑问 是这种探索精神 才开始一步一步来研究它 研究你就问谁啊 没有任何宫廷记录 它是操作流程 也没有介绍这个配方 景德镇也没有传人 没有 景德镇没有传人 怎么办呢 那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探索 我先研究这个同胎上面的法郎开始 同胎法郎 这有吗 同胎法郎我见过的 这个同胎法郎 这个民间还比较多 这属于同胎法郎 这就是同胎法郎 拿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沉甸甸的有那一个 它属于金属体上发法郎 这个工艺藻 这个工艺藻 这个在明代就已经引进了这种同胎法郎 其实景泰难也是一个甜法郎 景泰难它属于法郎料 但是它跟真正的发法郎的料 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的 但是它有相同的地方 它同样都是玻璃体 都是玻璃体 起初杨国喜对发郎彩的性质 也是非常陌生的 他查找大量历史文献 以及现代材料学 研究关于发郎颜料的物质构成 他了解到发郎料 是一种低溶点的玻璃物质 一开始源自进口 但是清工腌制成功后 基本由我国自己生产 玻璃体是怎么组成的 实施玻璃体 我们最后到北京的同胎法郎厂 到这些师傅家里去了解情况 他们也说不出个疑问 只能大概说说 这个掐尸法郎 同胎法郎 这个颜色是怎么试做出来的 我们就有了第一手资料 在我搞清楚了以后 最大的一个收复就是 发郎就是玻璃体 就好办了 就好办了 把本质给看透了 对 那么我第二步就到大型的玻璃厂 去找那些研究员师傅 了解玻璃怎么组成的 他们给了我最好的启示就是 玻璃的组成是怎么回事 我得到了当时玻璃厂 一个退休老太太的帮忙 她当时就是给了一个玻璃的配方 她就是说她年纪到了 研究了一辈子 你那么执着 你那么感兴趣 你有用 就给了这个玻璃配方 所以我立马就把这个玻璃研制出来了 随着研究深入 杨国喜发现 陶瓷和玻璃是同胞兄弟 不同之处在于 陶瓷多了一个成分 金属氧化铝 如果在玻璃中添加氧化金属 那么它与陶瓷的膨胀系数就接近了 这个发现 使得杨国喜解决了 这个发廊与材料的附着问题 他们是低调沉稳的民间词人 却代表着当代仿古词的最高水平 他们从历史中寻找隐藏的细节 力求无限接近古代智词人的经典作品 我要做到极品 我就会做 杨国喜景德镇发廊彩 单色又工艺探索者 寻找当代仿古词人系列第三集 为发廊彩更精彩 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 虽然掌握了发廊彩的材料 但是杨国喜不知道 发廊的发色问题也是一大难点 一开始 他想当然采用粉彩使用的 脏脑油乳香油做媒介物质 后来发现烧制出炉的发廊彩 都发灰黑色 而且冷却后颜色还自行剥落 为此杨国喜用了几年时间 研究媒介物质 经过无数次实验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媒介 木油 那杨老师我问你 你上过大学吗 没有没有 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 都自己慢慢学吧 从零开始学出来的 一步一步试验 试验是根本的标准 你试验出来的才是真的 所以怎么组成 怎么烧成 怎么制作颜色 怎么汇制上去 怎么烧到什么温度 我们都要掌握 也就是说你恢复这一个法廊彩 第一步你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工程师 是吧 一个材料工程师 对 从外行变成了一个内行 起码所以我到北京 同胎法廊厂 这些师傅我问他们画法廊的事啊 我一看到那些师傅出去 他也在研究这个画法廊 同胎上画法廊 他都不懂得画法廊 是怎么回事 我一讲你这个材料都用错了 他都感到刺激 因为他用的材料根本不是我们常规的 锦德证粉采用的这个谋架材料 比如说这个脏脑油啊 卤香油啊 煤油啊 这些东西他都不沾边的 我一看材料他们就用错了 你走不出结果 是吧 他跟里面的成分起反应 所以说我讲的他们感觉很有吸引力 变成我是师傅了 是 知道他们怎么来做了 就这样 清朝以举国之力研制多年 又被宫廷垄断的法廊彩记忆 经杨国喜的不断探索被复原 那你刚才您说啊 研制这个法廊 先把自己变成一个材料工程师 这个问题经过多年的这个探索 包括到外头去访学解决了 然后回来呢 最开始是不是还是在这个上那做 第一步是因为宫廷有的 我就开始做 最开始我是这样的 发宫廷的 我就住这种紫砂上画法廊 但是紫砂我了解了一下 宫廷的紫砂一定是天然清水砂 是老泥料 这是第一 第二必须是手工加工 这是第二步 手工制作 手工制作 这是胎底的要求 财底你必须达到要求 对 因为真正的天然 紫砂清水泥 它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就是泡茶不败 对 我在北京卖这个紫砂壶 你把开价几万人家问我 你为什么卖这么贵啊 你要多少成本呢 我叫你错了 你跟我谈成本 你没法谈 为什么呢 画家画一幅画要多少成本 对 对 这是穿着的 这是艺术品 第二个 我这个最大的功能是清水老泥 它泡茶不费变质 你要的是这个结果 对 起码人家怎么来证实你这个东西 我讲你养一服茶 半个月以后你打开来喝 如果它变质了说我瞎说 如果没有变质 你就给我钱 要这个价 所以人家服了嘛 二十天打开夏天 茶都不变质 不变质 因为它这个里面含的是硫酸亚铁 是人体需要的铁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天能的杀菌剂 它不会败胆 老紫砂壶经就有这个 水会让它的水更软 所以说它功能好 紫砂有这个特点 宫廷显示它做 这个艺术品和实用品 它是有根据的 它要保证皇帝和皇族的 这个身体的健康 我身边是什么人啊 对 对 养身高手 对 所以说第一块 我就做了这个紫砂法 历史上由于紫砂发廊 仅限于湖类等几个品种 而且画风单调 数量少之又少 现存于故宫 和各大博物馆内之物 几乎是凤毛麟角 难得一见 为了使这门艺术 不仅局限于尼古守旧 杨国喜尝试在紫砂湖上 创作了画发廊的山水 花卉等图案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 超越传统的画发廊 然后走入了这种发廊 做其他的 像其他的艺术品的延伸 然后做出比如说 像包个百宝茜 用发廊来做这些东西呢 其实这个东西一通百通 一旦掌握了这个颜色的特性 懂得它怎么跟陶瓷结合了 这个就是小和阔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只不过是调整它的膨胀系数 调整好了颜色直接用 这个都不是难度 最大的难度在烧尘 因为它这个好多发廊啊 包括这些都不是一次烧尘的 粉采可以一次烧尘 这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一次烧尘不了 多次入窑药 对 一向仿这个漆气 漆气 这个白火线 它是有温差过程的 而且发廊的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的这个伸缩性很小 它的弹性空间很小 你不如粉采 粉采是千龙气的话 它这个扩大面很大 比如说 我用750度也成立 我用800度也成立 再加几十度减几十度 它都不会报废 但是发廊不同 它这个区间很小 它的伸缩空间小 你如果超过了五度的范围 它就是另外一个现象了 给你的就没有 那你怎么摇温控制呢 那你在炉上 你也要进行技术改造是吧 这就是现在的条件好在这里 摇距提高了嘛 很科学嘛 可以设置温差 温差 它宣续不费超过两度到三度嘛 这个就给你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了 报废力就小了 这一个两遍 该烧两遍就两遍 该三遍就三遍 这个就不能像土散坏了 一次把它烧成造成的 它哪一块没掌握好 程序用反呢 你就报废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又是风险性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实验 杨国喜深有体会 画发廊是一门缜密的艺术门类 发廊的技术活既焦贵繁琐 也有一定规律可循 虽说发廊材料不可随便调和 但是掌握其规律后 便可随心所欲任意发挥 一步一步走 最后再做到这个白胎上 发发廊 最后再延伸到这些艺术民 对对 那就是越来越走 像一个自由天地了 为什么我要做艺术民 因为发廊在老百姓 这些大众的眼里 它是一种神秘的东西 对 看不见摸不着的 对对 一到来就迟天都找不到 对对 那么说为了让大家都能 享受到这个 发廊的美感在哪里 发廊的这个特性 发廊的实用功能 那么说我就延伸艺术 也是一种艺术生活 对对对 所以我就出现了废发发廊 访七七发廊 雕刻加发廊 雕刻的发廊 对 所以这都产生了这些东西 我第一次成功了以后 故宫收藏了我三件发廊 一件是磁胎发发廊 两件是紫砂的 发发廊 现在就说在故宫里头 有您的藏品吧 三件 我的名字在故宫锦林宫 榜上有名 有名 有名就是说我的东西在上面整 也算一个小宫 对对对 在杨国喜的工作室 我们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发廊彩 其中包含发廊彩系列 青贡瓷板 宫廷瓷瓶 茶器等 另外还看到了他所制的淡雅大方的单色柚系列子机 那么除了画坊上以外 您对颜色柚好像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颜色柚方面呢 这个我喜欢做的是高温色柚 高温色柚 高温色柚 高温色柚的话我也做 我要做到吉里 我就会做 高温色柚 它讲究的是第一个技术含量 如果谁都能驾驭它 谁都能做的 我不想做 没有挑战性的东西 羊肉喜不干 其实茶叶墨它的前身 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密色池 五代的密色池 密色池它是不透的 它也很铁 但是民间很少 它很有神秘感 所以我就做这个茶叶墨 它的挑战在哪里呢 在里面 哦 那里头是白柚 对 外头是颜色柚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特别是这种外面的茶叶墨 我们用温度来说话的话 它是1200度 1200度 白柚它要达到1280 才烧出它的亮丽感 有80度的温差 80度 怎么解决 对 你按里面的白柚烧 外面的过了 对 按外面的烧 里面的没烧 还没铺平 还在一起泡 对 那这个过程怎么解决 这就是技术汉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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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性了 那就不叫挑战了 对 所以说我兼备了这个功能 喝茶的必须要看到茶叹 要茶叹 所以要必须白色 直观 对要直观 你如果里头也是个茶叶墨 你就不直观了 很沉闷嘛 对对对 黑乎乎的你怎么喝茶 再加它的背景 背景 它为什么有背景呢 这个是宫廷的那些工作人员 为房地设计的 为什么叫这么说呢 这种碑啊 房地看书啊 批来照章啊 整天勾头啊 它要喝水啊 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两脖子 自颈椎 如果是用这个碗来喝 很容易就碗一碗 就不用仰博 就建了底了 是 那看到这个不用仰博 到这就建了底了 可是如果用 把这个杯里头的水喝完 我试一下啊拍一下 试一下 必须要用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 哈哈哈哈 不干净啊 有力紧追啊 有力紧追啊 有这个 Ian YouMen YouMen